黄诺富特事件累计26人感染确诊 指挥中心针对饭店环境裁剪 这结果出来了超过400个地方 结果你知道吗 都是阴性的 专家就认为说现在裁剪病毒几乎已经消失 恐怕是很难搅到 另外各界也认为防疫层级是不是应该要提高了 指挥官陈徐中回应 他说很多国家是用散弹打鸟的方式 结果证明都是失败的 所以台湾会依照现有的SOP来持续进行 用散弹打鸟的方式 在去年其实很多的国家都已经证明是失败 国内情就在社区感染边缘 指挥官陈徐中有信心 台湾依照原本的SOP来进行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在去年来讲我们是有步骤的 完成我们相关的一些检疫跟检验 事实上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所以在里面我们还要原来的SOP去进行 黄航诺富特染疫风暴在扩大 累计26人确诊 包括机组员房屋主管到外包水电工 饭店内也大动作进行地毯式裁检环境 包括房间电梯共共场所 结果432件都是音信 只是专家认为环境裁检只能当参考 高雄小港医院感控室主任张科同样也认为病毒残留恐怕早已被消除 事后都难验疫情复杂度变更高 现在环境裁检几乎难找到病毒 建议在可传染期间有进处旅馆的人 全数匡列 避免让病毒有机可乘 记者林漢廷黄玉婷采访不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